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婚恋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 约翰要为介绍我们的男嘉宾 他是我们地地道道的重庆人 但是在15年的时候 就去到了佛山做家具生意 那么为什么他在那边工作 又要回到我们重庆来找媳妇呢 了解一番之后得知是因为他的妈妈 因为妈妈她听不懂普通话 所以便于这个媳妇跟妈妈 有更好的交流 所以一定要找个我们重庆本地的女孩 可以说也是非常孝顺的一个出发点了 到底我们今天男嘉宾是一个 什么样的男生呢 我们就先来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杜国林来自广东福山 今年34岁 从事与家具电商 年收入在50万到80万吧 本期就男嘉宾杜国林34岁 身高1米68 职业家具电商 年收入50万到80万 欢迎状况未婚 在青甘地里那块呢 有两端 以前的西藏有一端 然后之后的重庆有一端 重庆那一端呢 主要当时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吧 还有一些比如经济上的原因吧 然后导致和平分手 我的这个要求啊 都是对妈妈比较孝顺一点 然后是重庆本地人 主任我事情呢比较有主见 做的在大专以上 工作的一块呢不限 年龄在24岁到28岁 身高在1米6以上 男嘉宾的则有要求 一 重庆本地人 孝顺父母 二 大专学历以上 有主见 工作不限 三 年龄24岁至28岁之间 身高1米60以上 这个男人的脸上哈 一定要有一些疤痕 才感觉有男人味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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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意外 但是双死来开始 都不忘记帮货 老子捧了好 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帮货 你作为老板 你要亲自去干这些事吗 不是 手法呀 这个眼睛一笑就没了 我们是摄像大哥还在说 很像那个杜海涛 因为人家杜海涛找的媳妇 也很漂亮 你是要找这么颜值高的媳妇吗 我觉得还是靠媳妇吧 那个有的时候 对外在 外星有没有要求 你说没得拉是家的 是吧 肯定还是 主要还是靠媳妇 对得要压了以后 我觉得那种其他的那些 都是些没用的那种调料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以外 你告诉了大家的这些东西以外 还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比如说你在要求上 都特别特别在意的 我觉得那种 比较传统点比较好吧 我太喜欢那种 比如听着KTV呀 酒吧呀那种 还有一个都是 比如说喜欢打牌呀那些 从我流行来说 我是不太喜欢的 传统的我们中国的那种 相夫教子的持家的女孩子 对对对对 是吧 那你自己平时要去KTV呀玩吗 晚上 很少 比较在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传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呢 事业有成 想找的对象呢 对外形并没有特别多的要求 但是他很注重两点 第一个就是本地人 因为他妈妈听不太懂这个普通话 也不会讲普通话 所以他希望是本地人的话 大家在语言交流方面没有障碍 由此可见 男嘉宾是一个非常有孝心的人 另外一点呢 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点了 一定要有孝心 男嘉宾很注重这个 那么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是否符合她的要求呢 大家好 我叫熊苗 今年25岁 身高165 约收入的话15000以上 本期交流女嘉宾 熊苗25岁 身高1米6米 职业服装销售员 约收入5000元以上 婚姻状况未婚 女嘉宾的走入要求 一 身高比自己高 年龄35岁以下 二 长相一般 踏实 稳重 会照顾人 好 现在呢 女嘉宾是已经来到现场 在我的旁边 苗苗你好 你好 来 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招呼 大家好 我叫熊苗 大家也可以和我苗苗 今年25岁 需要在搜索喜这不 你知道吗 你这样一直笑啊 我就想到刚刚我跟男嘉宾 见面的场景 男嘉宾也是 一见到我就开始笑 你们两个我发现了一个共通点了 我性格比较开朗 就很好 多说一点要求 因为我们之前通过我们的匹配的话 其实觉得你俩就是在 虽然说有一些点哈 没有那么契合 比如说我觉得是这个身高上 它虽然比你高一点的话 但是好像站在一起的话 其实也还好 说实话哈 我对身高的话 比我高都可以了 对 那很好 你女孩我觉得 我想找一个大人的 懂事业嘛 因为现在我们都想当个小女孩 被冲呀 是不是 所以想找一位大叔吗 就是有了个想法 像当女儿一样 被碰在搜索里面 比你大多上觉得合适 我觉得十岁左右 都不算大 十岁以内你都可以接受的 可以可以 看来两人还真是挺般配的 然而接下来 女嘉宾却突然提出一个 让我们十分意外的要求 今天有没有带礼物 来一下 你是说男嘉宾 有没有带礼物来相信 对啊 因为一般 你很看重这个吗 第一次见面嘛 肯定从小礼物都可以看 从他对于雷池相亲的一个 总是程度上 我还第一次遇到这个 相亲的开始 两个人还没见面 女嘉宾就问我 男嘉宾有没有带礼物 交礼物这个事 我倒是没有看到 男嘉宾有带礼物过来 然后都不想见面了 我觉得他对雷池 都不是很真诚 都不是很有心 从一个礼物就能判断 他不重视这次相亲吗 我觉得第一次见面 多多少少嘛 你还是要表现还是啥 有一种我们女方来说的话 都是肯定像 有被重视的感觉 对头对头 就是那种感觉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礼物 你会满意呢 其实我对礼物要求 都不是很高 不是说一定要孩子 很贵重的物品 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礼物 哪怕是一瓶水啊 或一个小娃娃啊 我觉得都很满足 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 非要那种很正式的一个礼物才行 因为从那种小世界当中 我都能够看出 他对我们那一次相亲 到底总不重视啊 对我们女孩子关不关心啊 体不体贴啊 我们不认识啊 因为肯定我相信 女孩我都想找一个 都刚刚我都说 想找一个成熟文种呢 从那种小世界当中 我都能够看出一下 对头 那其实现在两个人还没有见面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我看你听一下觉得合不合适 或者说对你有没有帮助 因为相亲呢 这个事情是两者 首先是自愿 对不对 然后第二呢 是来到现场之后 因为大家都还是陌生人 还没有进行一番的了解 但是这个相亲嘛 有别于谈恋爱 就是这个度 咱们得有的时候把握一下 当然了 你有这个要求呢 我倒是可以去跟男嘉宾沟通一下 这个事对于你来说 很重要的吗 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 对头 如果说他没有礼物 接下来你就不会跟他见面了 他第一印象都被pass掉了 心目当中分子都抠掉了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 明白 我觉得 因为现在社会上面都说啥 男女比例都失调了 我觉得想我们女孩子的话 各方面 我说还可以慢慢找 今天的女嘉宾呢 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点 她认为男嘉宾跟她相亲 是应该有备而来 要带礼物 她认为只有带了礼物 才说明你很上心 可能这个礼物的价值并不高 有可能是树叶 有可能是羽毛 但我乱讲 如果真的是带了羽毛和树叶 女嘉宾可能又会生气了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就是要准备礼物 才能显得你上心 可是我会这么看 女嘉宾这个带不带礼物呢 是个人的习惯 和个人的这个 对这次相亲的一个考虑 不带礼物不代表不真心 带了礼物也不代表 今天相亲能成 对不对 如果说对一个事情 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话 那我觉得你今天 可能会失望 好 那现在呢 女嘉宾提出来 因为男嘉宾这个 没有买礼物 所以呢 现在不是特别想见面 所以这个问题 我要去跟男嘉宾 做一番沟通 好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来感谢 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用虫草清肺胶囊 那么我们在今天男女嘉宾 正式见面之前呢 我想问一下这个杜先生 你今天有看过凡人游戏吗 没事就在看 不晓得好奇 没事就在看啊 忠实粉丝了 那我们其他男生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们都干了什么 会提前准备些什么 有学习到吗 没准备好 没有认真看啊 所以我刚才说 必须给你来一个 这个相亲前的辅导 你也说不需要 这样我们来回归一期 好不好 看看你能不能 找到点感觉好吗 好 来 上衣上 你看吗 没事 我眉心比较长吧 不是 不是 你就一看 他没有发现 他跟女生不一样吗 是什么 你会发现 偶才可能比我好些 你看看他熟的 是不是比你多东西 他拿的是什么 礼物是吧 会要我点那么多 没有没有 我一般没困这个问题 那以前谈过恋爱吧 对啊 你跟女生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没有准备点小礼物啊 见面礼啊什么的吗 附近哪有商场没的 那我先问问你 自己之前真的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对不对 也不是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可能是我觉得按理论上是应该准备 有的时候觉得那种 比如说可能今天真的是一直 也没太想这个事情 可能也胖出的那种 就没去想这个事情 我就理解成为你相亲亲切 把这个事给搞忘了 对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女嘉宾提醒我的 因为她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不管你送什么礼物 哪怕是一杯水 哪怕是一个小娃娃 但是可以体现出来 第一你重不重视相亲 第二你就是身不身世啊 或说有没有为女生想到那么多呀 因为呢她确实 她毕竟年纪比你小那么多 她确实也是想找一个人 就是知冷暖的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一点提示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接下来我就建议你也是真的 哪怕就是一杯热饮也好 因为女孩子今天她是一个人来的嘛 还是要给她一些 见面时候就给人家一种温暖的感觉 哪怕是热饮也好 发卡也好 不在乎多么的贵 但是一定要有我们的心 好吗 好 OK 来 美女 美女 你咋把花要好久啊 哦 买把花 要大花是什么 小的花 大一点吧 大一点要好 大一点的话一般 正常情况下 高个1.2.8 1.5.8的 是 要好大吗 再大一点 你要想到是初次跟女嘉宾见面 要得体 不要把人家吓到了 就是她今天要相亲 但还没有跟女生见面 就第一次见面 你觉得推荐哪种好 推荐的话 推荐粉色式的 如果是确实有那种 以后推荐关系 我们说粉色 好好好 但现在可以送粉色的 特色上是有什么 是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表达我们的心意 就可以了 刚开始见面 对不对 又礼节 而且粉粉的女生也喜欢 小女生 对吧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要不你干 你这种干的 看来男嘉宾很是纠结呀 不知道到底要选什么礼物 因为呢 我们男嘉宾一直在纠结 不知道要跟女生买什么 这个精英确实也不足 又听说 我们女生喜欢这种毛肉绒的东西 所以决定买两个小老鼠 然后两样都买是吧 是两样都要 买上去让女嘉宾一会儿 自己选看喜欢什么 喝点鸡鸟以后的 她其实怎么喂呢 你不了解一下怎么喂她吗 要跟女嘉宾介绍啊 还有鸡鸟 你那个木线要介绍放吗 3.5元换一次 那就把这个 买点鸡鸡鸟 还有那个啥子 给她配齐了 对 那她的礼物 会让女嘉宾满意门 现在背对着我们的那位 就是女嘉宾 看背影觉得怎么样 都撒冷了 都撒冷了 第一印象啊 包括就是身材啊 各个方面的一些 我觉得都还可以 买 重复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为了你还要聊聊聊 女嘉宾把女嘉宾搞得很尴尬 那个时候 你到底是叫我转还是不转 还是怎么回事是吗 她不转我转 我过去的事 她不转你主动向前去 哎呦 你比起来蛮厚的嘛 接下来怎么办呢 不是 不晓得 他们说的喜欢 它是毛绒绒的 我看这狗都是毛绒绒的 还有点活力 然后呢 我觉得不晓得 不晓得你喜欢哪狗 然后就买了两个 是呀 我看到男嘉宾的电影上 觉得 应该是性格比较好 那个人 然后也比较爱笑 而且 她跑我不开心的话 还给我准备了两个小礼物 累一点的话 还是我很感动 是 她买了两个 你可以再问问她 为什么买两个 为什么呀 对于这个 她不只这个仓鼠买了两个 她连礼物都买了两份 你看又是花又是数的 我给她建议 她说都买 这么有心啊 你刚刚不是说 人家没有心吗 这下是不是很有心觉得 是的 是的 杜先生 我刚刚是想让你自我介绍 结果你把礼物 就送上去了 还没有自我介绍啊 两位 我姓杜 姓杜 杜海涛绿度吗 对 你不觉得她眼睛 笑起来很像杜海涛吗 对 你笑一个 来 站过来 站过来一点 笑一个 来 就是眼睛都过来了 很可爱 你呢 人家自我介绍了 你好 你好 我叫淑妙 淑妙 可以叫淑妙 你送给人家的东西 你一直拿着吗 不想再喜欢你 谢谢 你喜不喜欢这种毛茸茸的东西 我还喜欢小动物 真的 看来这个建议是对的嘛 这样来 我把这个花给你拿着好不好 然后你们俩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看看 看看人家给你看的两种颜色 我没有养过那种太小了 有点怕 不是养你 还好他嘴巴很小 应该熬不到人那种 对 可爱吧 好乖啊 对 你要好好养他 怎么养呢 刚刚男嘉宾是已经就是跟那个老板呢 已经细心地问过了 所以一会儿你可以问他怎么养 才把这个养得好 好吗 好的 开心了吧 现在 对 现在很开心 相信的这个马上接下来的这种心情怎么样呢 有没有这种好的状态 接下来要接下一步呢 心情很愉悦 所以女生啊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不在意这个礼物有多贵重 真的就是要体现我们心思的就行 对不对 所以明白了吧 刚开始两位都做得非常好 有一个很好的开头 那么相亲 好 了解 那么相亲约会呢 肯定还是以男方为主 我们男生要主动一点 对吧 毕竟从年纪上来说 杜先生也是大哥 嗯 对对 今天你要带着这个小妹妹 进行愉快的相亲之旅了 怎么办呢 接下来怎么安排呢 亲子完了 说到你心肯心了是吧 对头 我怎么好饿了 好 来 你自己拿着 两碗 你喜欢啥子 都可以 我不挑 没得随便买呀 好像 快两个人商量一下吃什么 就在这附近 可以 可以 我看 这不是有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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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去看看吧 好吧 你们俩去看看吧 好吧 你们俩去找一下好吗 应该都可以吧 都可以 都可以 随便找一家管子 都行 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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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走前面 你们俩 走走走走 那两人接下来的相处 会如何发展呢 欢迎游喜 我们等你 欢迎游喜 婚恋服务中心 媒体官方 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 十万本地优质单身会员 在线互动 总有一个适合您 十二月七号前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公众号 凡人游喜相亲会 注册会员 立即送你 价值368元 VIP会员 独享五大婚恋特权 还可获专业红娘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想脱单的你 不要再犹豫 立刻加入 幸福就在这里等 然后像我一哈 那个藏苏人的样子 你刚刚买的时候 我们没了 因为他说的 他喝一杯水 每天给我点水果 每天喂两口 也是还有那个食料 也是每天喂两口 一回来水果 能带一坨都行 能带一坨给他 要吃什么水果羊 随便啥子苹果 还是乞瓜 还是啥子好的 还有一个是那个母 有小 三个天欢迎会吧 哦 他说声为说羊 他不想让我 我最关心的是 他是母的还是公的 是 我没为了这个人 因为是母的 还有小孩都摘一摘 后来能养 当时没来救人 我当时想到这个人 活不过 到哪里去 不 我们朋友养了 生到十几只 从那个地点 两只小的 换成那么大的 那种房子 因为十几只 还生到十几只 房子能力很强 看来小仓鼠这个礼物 不仅改变了 女嘉宾的初次印象 还让两人 打开了聊天的话题 也让接下来的聊天 变得更加顺利了 你闪了什么 预备那边 三几年门了 三年了 三年了 我一直都是 都是那个 服装小手是吧 你没有 中途也做过其他的 做过啥子 中一啊 中一 你学的是那个专业是吧 没有 我跟师 跟了一段时间 你啊 我工作 经历的有点长 你看都是有故事的 不是 我在西藏那边 待了有五年多 然后在重庆 摆地摊摆了 有一年半吧 然后在巴南那边 那时候开公司 可能开了半年 基本上的时候 然后都到 河山那边去 广州那边去 你现在是住哪里 家居 住在家居 基本上都在外地 都黑少在重庆 可能一年回来 个机会那样子吧 那你是在那边 不是在那边 卖你房子吗 还在那边 嗯 你待了很多年了 那边 十五年 十五年 是广州那个地方吗 富山 你在广州那边的话 你能够不在广州那边找 你要在重庆找 因为我妈他们也在广州那边 带了二十多年了 他们都在广州那边的媳妇 比那个内地的媳妇要那个钱 不是 我觉得这个还是 每个人不一样吧 可能我考虑的问题 可能是考虑我妈的问题 因为我妈她不太会说普通话 哦 她几乎也不会说 说说假说比较早说普通话的 我觉得比如说 以后可能一些生活可能都很可能 肯定会有一些障碍 那是吧 还有一个 比如说 因为有可能不可能 长期待到广州那边是吧 那比如找 有可能都会 也会回来 到时候比如说 叫我找外弟弟 到底还是会哪一边 那我觉得 就是说 如果那个 看对眼了嘛 那后面的话 都是要在广州那边是吧 肯定是在广州那边生活 我觉得那边比重庆好 我觉得还是重庆 其实我在广州带过来 带到几个地方 带云区啊 带到三四个地方 在那边 因为我爸爸妈妈 他们在那边 有时候 他们在广州哪个位置 是哪个区县 哪个区啊 他们又搬了 因为他们是住这个工地的 又搬了 在大开到哪个位置是吧 它都是广州那周边 广州的周边 富山 潘域 以前他们都窃过来 都走过来 但是我觉得我窃了地方 都不那个 不是我是觉得那种 现在你可能比我小一些 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每个人心不心结端 真正想要的啥东西 但是我觉得广州地方 它是说一种 比较收我挣钱 而且说重庆 比较说一说 选择生活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想到去趋先 可能比重庆好 因为我重庆 然后就态度扯了 这种事 对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是没办法离开哪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要多赚钱 可能说你们可能想的啥 已经为了追求 我们没得对金钱过多的要求 没有物资上也刚需 那是那是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 但是只是那种可能 每个人那种身边的朋友 可能亲戚也好 朋友也好 可能圈子不一样 可能圈子一边的好 可能想法 它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有个年代有的不存在 刚不刚学的那些问题 可能是每个人的 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每个一年段想的东西不一样 比如说我想那种大手 其实我也很迷茫 到了27、28岁 可能哪个女的想法也不一样 可能到了27、28岁 30岁的时候 我考究了还一事无成 比如说班了一年 或者一年两年的规划 这些东西 也还没到那个年纪 可能是 我没有考虑那个东西 对的 我觉得羡慕以前就好 开心就好 对的 跟男嘉宾聊完之后 我还是感觉 他对他自己的一个规划 那些都比较清楚 他自己的一个方向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热爱生活 也比较热爱生活 然后也比较安静的一个人 我觉得各方面 对我的影响还是很不错 那此时的男嘉宾 对他的影响又如何呢 感觉那种 差异话有点大 比如说呀 比如说对工作啊 生活这种 其实它是没得改变的 那你算吧 他已经出来上班 已经上了三年了 是吧 说过忠义是吧 现在的主书装导钩 其实看理论上来说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说 在25岁以前 应该对国家的职业 各个方面都应该是有个 无法要受伤 而不是说 到底现在用笔记来说 他现在还是在 主义的导钩 应该说是 还是算的一个 最基层 最基层的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 是哪种 把火干 是问他 麻辣他得广告 没有问他 麻辣他得广告 现在他都不晓得 我觉得 好不容易去瞄望 我觉得是 对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是 对他麻辣他 也太不关心了吧 好 那现在男嘉宾 是非常直接地提出了 两点要求和质疑 第一个呢 就是觉得我们女嘉宾 跟父母的这个关系 是不是不孝顺呢 还有一个就是 他对人生 确实没有什么规划 我相信这肯定会影响到 他的判断了 那不知道在我之后 要进行这番沟通之后 会不会有所一些改变 那在这个时候呢 要感谢 重草清费胶囊 对本栏目的 在主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用虫草清费胶囊 好 经过刚刚 你看我们前面 跟男嘉宾的沟通和了解 包括也一起吃饭呢 好像两个人 已经更进一步了 了解的程度来说 更进一步了 随之而来的 大家也知道 肯定就是有问题 暴露出来了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 男嘉宾觉得 跟你的了解的过程当中 觉得就是对未来 没有一个规划 然后不知道自己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对于这一点的话 你自己有没有 特别的想法 我觉得在 那个短暂的时间 之内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去跟他讲太多的 我对未来的规划 或者怎么样的 而且我觉得 随我那个年龄阶段的话 没有那种 很明确的规划 不是很正常吗 因为我觉得本身 作为一个女孩子 来说的话 我也不是那种 想当女强人 也没有考虑到 马上要结婚 要生孩子 要 因为我觉得男嘉宾 有一些 要求我觉得 有一点 有一点点 矛盾和冲突 他要求我 又要 事业有产 又要 相复交之类的一种 我觉得 作为我来说的话 我没有办法 去走到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 毕竟我年龄本来的 我觉得可以 这种意见 会目的目的地 躺个一年 两三年 然后再那个 就没有必要 就是马上来了 马上就开始 躺后人家了 我觉得接着有点快 把你吓到了 跟男嘉宾是比较新气 但是我相信 他也会 给你充分的时间 这个接下来 我倒是可以 跟他焦虑一下 因为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 在沟通当中 说话都没有说透 所以我也建议 你不要一开始 就给他下 这么个定论 好不好 我觉得还是需要 更多的去沟通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你们聊天 聊天 男嘉宾也问到 就是你父母 在哪里的问题 也在广州 但是他一直问 广州具体的哪个位置 然后你也没有 给出具体的答案 然后就让男嘉宾 会觉得 是不是好像 这个女孩 不是太关心她的父母 不是那么孝顺 跟家里关系 不是很好 那么这一点 为什么没有明确 跟他讲呢 是有什么顾忌吗 我觉得每一个人 家里面 都有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想 过多的 都是这种 倒得出来 觉得 在广州 都已经很明确了 一定要 说得很清楚 在哪个位置 哪个位置 而且每一个家庭 都有每一个家庭 的一些事情 那都是自己家庭 的那种事实 我也不想那种 暴露在镜头上面 让大家都知道的 也并不代表 我不相信 我的父母 对 这个倒是 我们每一个家庭 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 有的确实是 不太想说的事情 我们充分理解 也不做强求 只是说呢 我觉得你私底下 可以 如果男嘉宾 想了解的话 在你觉得 可以的范围的情况下 可以多说一点点 这个交流的 这种度 其实我们可以 再深入一点 没有关系的 你对男嘉宾 其实印象还可以 是吗 实在还可以 对啊 所以你看 我们知道是还可以 所以才做 那么长时间的 一个劝解吧 也是希望 如果说有机会 不要错过 那么好的一个姻缘 既然觉得她行 那么就敞开心扉 跟她多聊聊 好不好 好吧 OK 对男嘉宾的两个疑问 女嘉宾也有自己的解释 她首先说了 这个不了解父母的近况 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其实呢 我从后面了解到的 一些信息是女嘉宾呢 确实她来自 再组合的家庭 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所以没有那么 亲密地去了解一些动态 也是有原因的 那么至于女嘉宾 说到未来的规划呢 她认为自己还年轻 我才25岁 所以我没有想到 以后要做什么 这也很正常 可是女嘉宾 我认为女性的25岁 在职场上 是一个比较好的 年富力强的年龄 但是没有你想的 那么年轻 如果你未来真的是想 做一番事业也好 或者是经营家庭也好 是时候要做一个选择了 时不我待啊 姑娘 千万别认为自己太年轻 永远都有年轻姑娘 而且一个一个的 都比你更年轻 早一点做规划 对自己来说 是很有好处的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欢迎有喜 婚恋服务中心 媒体官方 唯一指定的 专业婚恋平台 十万本地优质 单身会员 在线互动 总有一个适合您 12月7号前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公众号 凡人有喜相亲会 注册会员 立即送你 价值368元 VIP会员 独享五大婚恋特权 还可获专业红娘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想脱单的你 不要再犹豫 立刻加入 幸福就在这里等 那男嘉宾呢 他会接受女嘉宾的解释们 我跟女嘉宾沟通了一番 也发现了 你们两个人的问题所在 接下来 我说的这些 希望对你的判断有帮助 也梳理一下你的感觉 好不好 其实之前呢 你说我们女嘉宾 这个好像不是太成熟 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 对不对 那我想问问 你二十三四岁 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在干吗 在西藏我已经 在做总经理的位置了 做总经理的位置 本来我还想说 你那个时候都很年轻 什么也没有规划 但是我们女嘉宾 给的理由呢 就是觉得自己还小 可能要达到你的那种 好像规划的那么长远的话 好像还没有达到那种能力 现在呢可能想到就是 把自己现在的生活安排好 还没有就是说规划的那么长远 不是跟规不规划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 每个人对生活的 你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确实也是 你看你跟女嘉宾出现了 一些分歧了 好 女嘉宾就觉得好像 还可以有一点点时间任性 甚至是比如说 他想找的 就像比他大一些的男生 可以对他有一些包容 同时呢也给他一些引导 因为他也明确地说了 对你是有好感的 就是觉得你不错 可能他以前没有遇到 像你这样的人 也没有谁去跟他说过 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 好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你一直在问他父母在哪里 具体位置他没有说 你是不是觉得 他跟他家的人关系不好 也不是说关系不好 我觉得最起码 可能不是那么太关心吧 比如说我爸妈如果要是在哪里 他要是去哪里旅游个两天 我都知道他在哪里 是不是 所以我之前我跟他讲 我说是你们两个人 说话不够透彻 其实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是觉得我父母在那边 然后家里可能发生点事情 对于他来说的话 是可能不是太方便在镜头 我面前说的 但是朋友私底下 他觉得说是没有问题 他就顾忌了一下 他也告诉我 并不代表我那个不孝顺父母 怎么去说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缺少沟通吧 对 因为我就觉得你俩的沟通 其实没有完全深入进去 就有可能会误会 这种情况对不对 但是我想跟你说 女嘉宾对你印象很好 接下来如果说你觉得女嘉宾 有这份心思想多了解你 你觉得可以给一个机会的话 那就坦诚两个人再了解一下 最后再来判断 也不着急 反正今天都来了 多给一两个小时 给他也是给你自己机会 如果说确实到那个时候 你觉得好像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反倒你对他的这个 就是比刚刚的那种感觉还不如了 那没有关系 我们相识就是一场缘分 对对对 没关系 我们就友好的结束今天的这个相亲就可以了 在和特派员的一番沟通之后 男嘉宾同意了继续了解的提议 而女嘉宾接下来也向男嘉宾解释了 自己父母所在地的问题 并主动给男嘉宾唱了一首歌 也做了一些准备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好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相处到现在 也快接近我们今天的尾声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结尾之前 经过十分钟的思考 现在两位已经回到了我的身边 来 女嘉宾 有没有 说的没有 我倒是写了一封信给男嘉宾 不好意思说了 到最后害羞了 这个相处一天最后还不好意思了 有点不好意思 最后才不好意思了 好 我觉得写出来的东西比较领够哪个一点 对啊 得让我们都知道你现在的想法呀 你自己不念吗 确定不念吗 你帮我念吗 我觉得因为现在这确实是女嘉宾非常用心 写了这么多字 写了也是发自肺腑的语言了 那既然不好意思念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念出来 让我们男嘉宾知道 他到底的心思是什么样子的 也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看女嘉宾 到此刻他内心的一种变化 和现在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好吧 那我就念了 给杜先生 通过今天的相处 我觉得你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生 你是一个对未来非常乐观的 有规划的 明确知道自己是需要什么的人 有上进心的 对父母也特别的孝顺 可能你觉得我太年轻了 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没有什么目标和追求 但我还是愿意从今天开始改变 我也希望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能有那么一个来给我指引 能够帮助我的人 保护我是吧 所以我还是希望 接下来能有那么一次机会 能够和你继续接触 有一个美好的缘分 好 来 你自己看看 苗苗写的落款了 所以现在女嘉宾 其实是渴望得到这么一次机会 就是跟男嘉宾相处的 其实也是多少的 意识到了自己 有的地方还需要改进 还需要有一颗上进的心 对不对 同时男嘉宾给你的启发 也是蛮多的 是的 好 所以女嘉宾既然 虽然说都快到最后了 但是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 非常棒 证明今天来现场有收获了 是吧 所以女嘉宾能够写出这些话 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么我就说一下 现在我们的选择规则 大家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 男嘉宾为女嘉宾买的 那两只小仓鼠吗 我们就从以那个做结尾 接下来我将一人手上放一只 如果愿意选择牵手成功的话 男嘉宾就把手中的这一只 交到女嘉宾的手里 让他凑成一对 如果说不愿意牵手的话 就把我们的小仓鼠放回盒子里 让他回到自己的家就可以了 好不好 听懂了吧 好 两位请准备 三二一之后 我们来做最后的决定 准备两位 三二一 请选择 好 今天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女嘉宾最后还是很有心思的 又是唱歌又是写信 情正义切 可是男嘉宾最终没有选择她 我认为男嘉宾没有选择 女嘉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女嘉宾对于未来的这个规划 她是没有思考的 可能有些男生说我不在意 只要你有个工作就行了 不在乎你做什么 要不然这种男生呢 就是自己的条件很好 他可以不在乎你做什么 要不然呢 就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女性 更重要的就是去做做家里的事情 经营一下家庭就好了 你又没有事业 对我来说不重要 但是有一些男生 他就会很在意这个问题 他觉得工作对于一个人来说 它是你生命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会让你的整个生命的状态 看上去都不一样 可能职场女性 有职场女性的魅力 也未可知呢 在有些男生的眼中就认为 女生还是要对自己的未来 是有规划 有一定的事业心的 那么女嘉宾 我希望看完这些节目之后呢 回去可以想一想 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去做 这个服装销售的工作 如果真的非常喜欢的话 那也可以成为店长啊 对不对 还是要有一些想法的 如果就是这样 随波逐流下去的话 它真的不是一个长久之机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还是要为今天的男女嘉宾 打一个广告了 你看我们男嘉宾那么优秀 又肯上进又孝顺 自己还有一番很成功的事业 我们的女嘉宾 也是长相非常的甜美 很不错 那么如果你心仪 他们想跟他们约会相亲的话 就赶紧拨打凡人游戏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来我们节目里 跟他们见面吧 好 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感谢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用虫草清肺胶囊 同时要感谢凡人游戏 现象婚恋服务中心的大力支持 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恶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